好 全球第一線 邀請到日本的政經觀察家福澤喬 您好 午安 你好 午安 邀請到專家的是 因為現在由美國主導抗中的態勢 越來越明顯了 這一次呢 日本表態台海的局勢重要性 但是這是光說不戀 還是會有什麼樣積極的策略呢 其實這個當中必須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整個第一島鏈這件事情 台灣是站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第一島鏈呢 其實在東北亞的部分 韓國有個白領島 然後在中間的話就是台灣 那接下來呢 再往南的話 就是南海 包括南海的這個諸島 這整個第一島鏈的串接 對於日本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日本 他們本身國內已經在講一件事情 也就是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是因為 整個這樣的一個台海的之間的一個關係 將會影響到日本最主要的一個狀況 但是當中最主要的 在日本的自衛隊裡面 他曾經有這樣的一個軍旗推演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今天 解放軍他要來侵犯台灣的話 他第一件事情會做什麼事情 他第一件會先把台灣的電廠電力 那個整個會做中斷 中斷之後包括電網 包括網路中斷完之後呢 他會從 台南跟恒春從南部來進占台灣 那進占台灣的同時 他們就會在攻擊 九州的就是 日本航空隊的這個南西基地 那包括 遼寧號他本身就會進駐到 那個釣魚台群島這一邊來 那這整個狀況裡面 對於中國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今天如果台灣被進駐的話 被侵占的話 那今天包括釣魚台跟沖繩群島 就會變得很危險 那這也是為什麼 日本會積極的 在做這件事情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 不過現在呢 對於日本來說最為危急的 恐怕就是 現在國內不斷升溫的疫情了 我們有一個數字已經顯示了 在週四的時候 日本的新增確診案例 有6880例確診 而且現在不只是主要的都會圈 北海道的大城市 更寫下了 單日712人確診的新高了 而且今天下午很有可能 北海道岡山還有廣島 都要進入緊急事態 所以現在呢 日本可能接下來 會有九個行政區 也進入了全部 都要防疫自速的形勢之下 要再繼續請教您的是 現在呢 他們防疫崩壞的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而且現在日本的奧運在即 真的能夠順利舉行嗎 這個包括剛剛您所提的 這個北海道岡山跟廣島 他在今天早上已經確定 是納入了所謂 緊急事態宣言 那緊急事態宣言這當中 對於日本來講 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他對於經濟是一個限縮的 比方說8點之後 就不能有任何的 包括賣酒 然後包括這些飲食店 他將不可以去有一些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販售的一個行為 那對於日本來講 這個當中這個防疫 為什麼會整個爆發出來 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英國變種株呢 他現在已經在 現在日本這幾個月裡面 確診案例裡面 將近九成都是屬於英國變種株 那英國變種株 他最大的問題 跟過去的傳統株 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 他在細胞的黏著度上 他是跟過去的那個病毒 比起來的話 他的強了5倍 而且呢 非常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 這個英國變種株 他整個傳染的範圍 將不會只是單純 只有高齡者而已 他本身機會 包括30歲到60歲 這樣的一個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族群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傳染力 而且傳染力感染力非常的強 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 他們現在非常緊急的 在這個幾個區域裡面 下了緊急事態宣言的 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呢 今天最有一個重點 雖然日本他現在開始在 針對醫療人員 還有65歲的 就是高齡者 進行就是疫苗施打 但是呢 本來日本內閣他在 宣布 7月的時候 7月底的時候 希望完全的把這個就是高齡者 跟這個 就是醫療人員的這個施打 第二次的施打能夠完成 但是呢 在昨天 日本的疫苗大臣 河野太郎 已經宣布 他說這個他可能 這當中已經有點不太可能了 所以說現在最快的話到9月 那剛剛您提到了 為什麼這跟奧運會有關係呢 因為奧運是在7月底舉辦 大概7月底舉辦 如果沒有辦法完成這集體 免疫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說 那個疫苗注射的這個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將會影響到整個奧運的 這樣子一個 那個就是實施 那這個整個一個狀況裡面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現在有民眾 他們發起了 要求停辦奧運的一個 最主要的呼聲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 日本現在呢 大概國內大概有7成到8成 是反對奧運來舉辦的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整個奧運的流程 所以現在日本的情況是民眾防疫鬆懈 但是現在不得不再度緊張起來 因為確診數太高了 導致說中央跟民間 對於奧運的態度出現分歧 不過現在我們來看到 台灣的部分 從華航的諾富特 到萬華的茶室 到昨天晚間最新的和平醫院 有兩名確診者 這導致很多醫護都要去隔離 所以呢 先前很多人就在討論說 日本的防疫都有不同調 不協調的情況 因為中央是下方的地方的權責 所以導致這樣的後果 那如果我們從日本經驗來看 台灣應該要避免 哪一些防疫的地雷呢 第一件事情啊 因為過去日本 他之所以這個防疫 會有出這樣的問題 最主要是邊境防疫沒有做好 日本在做邊境防疫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做得非常的不OK 那不OK的原因其實在於 日本憲法上面有規定 人民有自由移動的自由 那因為有這樣自由移動的權利的時候 所以日本沒有辦法去做法律的強制約束 那使得呢 日本在這個疫苗 等於說在這病毒 對不起 在病毒上面的蔓延上面 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台灣現在遇到的狀況其實有點類似 因為我們在整個邊境防疫上面 如果沒有再加緊 包括今天機師上面的這整個防疫 沒有做好的話 那很可能會成為我們的一個檢疫破口 那當我還變成一個檢疫破口之後 而我們現在在國內的民眾 如果還是依照過去的 就是去年的這樣的一個防疫的 比較佛系比較鬆散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的話 那很可能就會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就是因為現在 這個包括華航的這一些病毒的話 他都是屬於英國變種株的病毒 那如果是英國變種病毒的話 他的傳染力是高的 然後他本身的話 他也可能會針對所有的這些 包括就是這一些 年輕族群的話 都會造成一個重症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 必須要趕快的 我們要重新的要恢復 就是說把皮緊繃一點 然後在防疫的狀況裡面 包括戴口罩勤洗手 然後減少出入公共場所這件事情 還是不一定要做好 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現在流行的也是英國的變種病毒株 而且跟我們一樣 都是從邊境的防疫 沒有好好的把關 這導致已經進入到社區了 我們謝謝您加入我們這一集的討論